接著我們來看這一題 它說甲到釘是天折的模型圖 橫軸是某個族群表現量的測量值 橫軸是測量值 那 縱軸是它出現的相對頻率 虛線跟實線的關係你要認出來 一個是天折前 一個是天折後 它的分布圖 那我們來判斷哪些敘述是正確的 像這類型的題目 我們直接用選項來去做推論會比較好 來聰明的你 第一個 來塗甲表示天折 一定有作用 為什麼 因為天折前天折後 它的出現頻率是有差異的 那代表環境一定有起到作用對吧 一定有怎麼樣的特徵比較適合留下來 怎麼樣的特徵 會被淘汰 所以怎麼可能沒有作用 所以A 不在我的考量範圍 再來聰明的你 再來B選項 圖一的正直個體 什麼叫正直個體 就是這樣這類型的表現型 只要偏向這個側的 我們叫它正直個體 它的存活或生殖率可能比較好 對不對 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原本 我整體而言是平均分布的 可是漸漸的你發現 天折後 它朝向正直的方向走 代表如果你是負直 被我們歸類在負直的表現 這類型可能比較不容易存活在環境當中 所以整條曲線 趨向正直 意味著它的存活或生殖率較高 沒問題 蠻中性的選項 這個選項是可以選的 再來聰明的你 C選項 平均值附近的個體較不適應 原本是平均分配 但在天折後你發現 中央的個體大幅度減少 所以聰明的你代表著我平均值附近 不容易適應也沒問題 所以 B 跟 C 都是正解 那我跟你講就是因為這類型平均值不適應 是不是慢慢形成兩側的個體 就是比較極端的個體開始出現 久而久之當累積的夠多變異之後 這兩個變異只要累積的越來越多 就有可能導致新物種的產生 因為新物種指的就是已經具備生殖隔離的條件 那會有生殖隔離一定是我們之間的差異性 極大的時候才會有生殖隔離嘛 所以隱身如果 C 選項對 那 E 選項也是合理 我們可以做推論 最後我們把豬選項看完好不好 來跟丁他跟你說離平均較遠的個體 他是較不適應的 你看 你看別人 別人基本上都好像蠻集中的 可是你看 我們的丁 他整個個體變成一個比較常態分布了 連這種極端值也都開始出現了 所以他跟你說平均教育的個體有很不適應嗎 也不盡然嘛 他跟別人相比他已經是 比較容易適應的了 對吧 所以我們的豬選項比較不適合去做選擇 所以如果這樣相較之下 對於這些圖敘述來講比較正確的選項 我們會選擇 B 選項 我們選擇 C 選項 還有他可以衍生 推論出來的 E 選項 作為正確的解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